哎呀 这有主播特权就是好呀 皮肤还没上架呢 我就提前拥有体验卡啦 这可谓是相当的有牌面雅 福生旺夏洛特 哎嘛 太帅了 兄弟们 每局进入游戏 看着队友不解的问 你怎么有皮肤的时候 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想提前获得皮肤体验卡 其实也很简单 大家都是我的粉丝对吧 也没有外人 我就告诉你们吧 单平台有100万粉丝就行了 简单吧 对线吕布 这我可太熟了 开局直接抢二 A前面兵 错我白兵 然后一直A后白兵 吕布打我随便打 二好了 一发二角升二 然后拉扯 这个时候不要怕自己死了 吕布一级一刀这张才682 我现在血量1000多 吕布一闪也杀不掉我 现在吕布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回塔下轻易下升二 这是当下他正确的处理方式 一种是来继续追我 不轻险 那他就得被我拿一血 二角到四面内再交易血被动 别看吕布现在血比我多 他在一级 其实非常脆的 跟他保持距离 二好了 刷出被动轻易斩 OK 可以跟他站路了 他前面多了我一个1 神经浸草 直接A死 这个闪得交道果断 不然等人家技能cd好了 咱们就不好杀了 之前永咒出的时候 其实我是比较无感的 比较高兴的地方 就是多了10点攻击力 但是福生旺这个皮肤 兄弟们 我是真心喜欢呀 不管是海报还是特效方面 都是深得我心的 海报方面可能是我的个人原因啊 我感觉永咒太郁了 诶 像福生旺这种小萝莉 而不 这种可爱的女孩子 我就非常喜欢 当然这款皮肤也不是什么都好 个人觉得配音方面有点敷衍 跟永咒的声音好像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二讲的音效 可能是永咒又习惯了 现在还有点不太适应 但总体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这款皮肤细节做的挺不错的 技能没有被强化的时候 平A特效是蓝紫色的 技能强化后 剑就会发红光 平A的音效啊特效啊都不一样了 如果你喜欢玩夏洛特 且没有永咒的话 趁着现在有折扣 无脑入就完事了 有永咒的话 就得看你夏洛特玩的多不多了 毕竟我粉丝大部分都是学生党 一百多块的话也不是小数目 夏洛特是非常克制吕布的 只要对面对方露所的吕布 你夏洛特就无脑选就行了 打吕布这种英雄 只要你俩经济差不多 你零层被动起手都能打得过他 吕布如果不跟你打 那你就反他叫小野呗 要么他就眼睁睁地看着 你和他的经济差越拉越大 要么就过来守野去跟你打 要是过来跟你打的话 那还用说吗 只要是一顿毒打 他来队友的话 是不一定能抓死你的 搞不好还会被双杀 如果你能多留一小地图 做到预知危险 每次都不会抓死 让对面费了精力 还没取得效果 那这把基本稳了 对面打也没空打红 那不好意思 我直接拿了 吕布敢出来清线 怎么敢的呀 直接追着锤 把他大招逼出来 吕布没大 肯定只敢缩塔了 别管他 继续偷野 这里我和韩信得到一星 那直接打 干交还挺准 没关系 咱们先收下一星 残血又如何 直接回线上 我就这么点血 不是我的对手 干将来抓了 注意走位 要走不寻常的位置 不要被干将预判到你走位 看我怎么走位的 干将会玩又怎么样 干将不可能一直待在上落吧 干将一不在 吕布就得来打 轻轻松松再次打出吕布大招好吧 韩信也来了 直接收下吕布 干将你很会玩 好 出完暗影战斧 直接讲你他一个魔女斗篷 这一把干将是打有位 说实话他是真自信呀 没有闪现了干将 那我不随便杀吗 他这波正在靠前 押过去 一跤了是吧 一阵续弹被动 闪现清晰斩 说一发大招直接拿下 下子当兄弟们 直播换脚干将不亏的 一个干将打野从开局到现在就死了一次 你敢信 到现在还是四杠一的战绩 那帅哥要开始针对你了呀 说一发直接打你击费 一技能清晰广马斩 他就一个一技能自保 很好杀的 再次拿下 这一波我队友也是真浪啊 非要在对面塔下跟对面打架 这时候咱们不方便过去 那就直接拆他们的下落高地 队友做出不正确的决策时 咱们不一定要跟的 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 不然你上分肯定就得全看队友啊 这波直接轻松拿下高地 这个新皮肤实在是太帅了 兄弟们 用着本命英雄的新皮肤 嘎嘎乱杀 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大帅哥不难可乐 直接带领队友拿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